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多得多 咱们讲 港府的有一些措施确实是比较可笑 比如说群聚的限制最多两个人 我们说一家三口到外面去就违法了 在街上跑步 戴上口罩 所有的这个郊野公园不知道还开不开 不知道 反正这个海滩早就已经关闭 这些措施实际上就是一个严格的居家令 每个人都干脆别上街 别出去了 待在家里 当然他命令不是这么写的 但效果却差不多 实际上过去几个月香港疫情并不是很严重 但是呢 据说是因为港府给33类人士免检通关的这种待遇 总共有29万人差不多30万吧 他不用经过检测就可以进入香港 包括这个交通运输的工作人员 做生意的人 包括政府公务人员 当然 大家最关注的也包括那些国安法 落实之后大陆的那些国安人员进入香港 对不对 当然现在我们看不到具体的这方面的数字 但是呢 7月份之后啊 这个香港疫情变得越来越严重 它正好和国安法啊 在香港实施的这个时间巧合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政府采取的措施 当然受到很多批评 这个时间上的巧合 也就引起很多的联想 对吧 不过我想说的是呢 7月份的疫情啊 转趋严重 它不是香港一个城市的问题 它是一个全球的问题 这个中共病毒呢 我们叫它这个武汉新冠病毒啊 疫情从今年1月份爆发到现在 已经有已经超过了半年时间吧 对不对 随着各个国家啊 第一个疫情高峰期过去和这个夏天呢 到来了 大家关注的焦点呢 慢慢就从这个病毒啊 转到重启经济恢复民生啊 这方面 每个国家都希望赶快重振经济 对不对 但是7月份以来啊 整个全球这个突然上扬的疫情曲线 实际上敲响了第二波全球疫情的警钟 甚至有WHO的专家也表示 这个病毒现在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模式 人类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 所谓旧常态 7月份的第一个星期 有7个国家 报告疫情爆发以来 单日最大的 确诊案例的增幅 第二个星期呢 有13个国家 第三个星期有20个 第四个星期 也就是刚刚过去这个星期 涨到了37个 过去一个星期 就是7月18号到25号吧 包括这个澳大利亚 西班牙 日本 苏丹 埃塞俄比亚 乌兹别克 斯坦 以色列等等这些国家 他们的疫情全都创下了新高 这些国家 你可以看 遍布欧洲 亚洲 非洲 和大洋洲 从过去的数字看 确诊病例 激增的几个星期之后 通常会出现 死亡人数上升的现象 中国公共卫生 和流行病学的一个专家 疾控中心 原来的一个副主任 叫杨公焕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就说过 他说只要全球疫情 没有整体得到控制 任何一个 单独的地方 都没有办法 独善其身 大家知道 现在全球 人口流动 流动量高 速度也非常快 所以病毒 即使在一些国家 在一些大城市 被控制住 甚至被消灭 但它仍然可能 留在边缘的地区 就像隐藏在草丛里面的 星星之火 随时可能发展成 燎原之势 再烧起来 现在的情况是 第一轮抗疫 做得很好的国家 实际上疫情 也在发生 非常剧烈的变化 比如说澳大利亚 2月1号 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 澳大利亚就出台 限制措施 要把疫情 控制在了一个 可控的范围之内 到5月的时候 澳洲的疫情 就已经缓和了 所以澳大利亚的总理 宣布 7月份重开国门 大家可以来了 放松管控 但是到7月之后 整个疫情 就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澳大利亚很多的州 又重新恢复了 叫做禁足令 和口罩的强制令 另外还有西班牙 西班牙是6月21号 解除了 这个三个月的 全国紧急状态 当时 全国每一天 新增确诊病例 在200到300例左右 但是到了7月23号 西班牙单日新增的 确诊病例 已经增加到了 971例 就差不多 1000起 而且至少爆发了 280起地方性的群聚感染 有一个酒吧 出现91个人确诊的 这种群聚感染的案例 而且 最新的 这些患者 这些感染者 大部分是年轻人 到了7月中旬 全世界 六个星期的感染人数 就超过了过去六个月的 感染人数 也就是说 过去六个星期 所感染的人数 最少相等于 过去六个月的 这个感染的人数 对不对 所以到7月26号 全球总共有多少 1622万人感染 死亡人数 已经超过 64.8万人 当然 实际上 还有大量的 那种叫 无症 无症状和 轻微症状的感染者 其实是没有发现 所以专家一般都相信 真实的感染数据 比这个 要高得多 目前无论是 在美国 巴西和印度 这些 仍处在 爆发期的国家 还是在那些 已经趋于平静的 国家 包括什么 欧洲啊 日韩啊 澳大利亚 这个中共病毒啊 依然都是 国家安全里面的 最大的威胁 那有专家说 目前呢 再次兴起的 这个疫情啊 其实它并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 第二轮 或者说 第二波的疫情 因为他们的观点 是什么呢 因为 这个病毒株啊 还没有发生 很大的变异 所以尽管感染率 可能上升了 但是毒性和死亡率 没有增加太多 当然这个观点 观察是和 一百年前呢 那个西班牙大流感 那个情况 比较得出来的 那专家担心呢 这个 这一次病毒的 第二轮的疫情啊 那个病毒的毒性 可能会增加几百倍 甚至上万倍 到时候 可能人一旦感染 几个小时之内就死亡了 死亡率可能会是 现在的成千倍 甚至上万倍 那个时候 可能才是真的可怕 很多人呢 都在盼望 说这个疫情啊 赶快过去 当病毒消退了 我们又可以过 过去的这种好日子了 对不对 不过呢 有不少专家 从好多个角度来分析 认为呢 人类可能 再也回不到 以前去了 过去的好日子啊 对不起 一去不复返了 7月23号 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 谭德塞 他在例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就说了 他说 新冠病毒改变了 我们人类的生活 人类 不可能 再回到旧常态 因为一旦第二波疫情 重新爆发 所有人呢 每一个决定 包括你去的地方 你做什么事情 你见什么人 都可能关乎你自己的生死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变得 非常的谨慎 非常的小心 可能我们都不喜欢 这位谭德塞 这个谭书记 但他这一句话 恐怕很可能 会是真的 现在呢 病毒有可能已经感染了 绝大多数的人类 目前的医学水平 实际上 无法真正的彻底 清除这个病毒本身 很多啊 被感染后啊 又被治愈这些人 他过了不久 再复发 意思是什么 就是病毒在人的身体之内 将会长期存在 一旦环境发生变化 病毒就会再次被激活 所以疫情又开始了 其实呢 人体啊 它是病毒的一个孵化器 所以大量人口被感染 等于是世界上有大量的 病毒的合成冠 就是孵化器 它可能会孵化出 更多的 发生了变异的病毒 按照非常严格的科学逻辑 去谈这个问题啊 因为病毒的变异 它是没有方向的 任何方向都有可能 所以大概只有 我们举个例子 百分之 零点零一吧 这样的机会 这个病毒会变得更加毒 或者更加的 这个具有传染性 这就是说呢 一万个人里面 可能只有一个人 他体内的病毒啊 会变得更加的可怕 但是 如果我们有 一亿个人被感染呢 那可能就有一万个人 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人类可能 无法彻底的掌握 这一万个人啊 所以这个病毒的毒性啊 它这个更强 传染力更强的这种病毒呢 它一定会 持续不断的出现 这就是我们说 为什么人类可能永远 也走不出去 这个噩梦 当然实际上 从病毒学的角度来看 这个潘多拉的盒子 一旦打开啊 恐怕你就 没有办法再回到从前了 回不去了 它另外 从环境被破坏的角度快 过去五千年的人类活动 实际上已经让地球的承受力 走到一个要坍塌的边缘了 那最近呢 有两百多位来自52个国家的科学家 一起讨论这个地球的现状 他们探讨和这个分析 他们指出呢 恐怕地球留给人类的时间呢 不多了 人类在未来十年 急需解决五个问题 第一 水资源短缺 第二 粮食短缺 第三 生物多样性被破坏 和生态系统崩盘的问题 第四 是极端天气问题 第五呢 是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 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是不是 只要你仔细留意一下 就发现 现在都是越来越严重 对吧 这个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罗伯特 Blasiak 他就说 全国超过30亿人 摄入的蛋白质 主要来自于海洋生物 海洋生物的多样性 关乎这个世界近一半人口的存活 最近十年以来 海洋渔业 因为受到环境污染 它影响比以前要大一倍的压力 这个意思是说 海洋也会跟陆地一样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地质年代 叫做人类市 可能搞地质的知道 这个市是说指的是时间 亚利桑那大学的 这个Diana Liverman 她说 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 已经连续很多年上升了 到去年呢 2019年达到了415ppm 在2019年之前的 5年的时间里面 也就是2014年到2018年 平均来算是过去140年以来 最热的5个年份 所以气候的问题呢 严重性已经相当明显 那这个气温的改变呢 它会带来气候的改变 我们所说的极端化 这个气候极端化 当时从人的角度来看了 对吧 我们认为这个温度太高了 太低了 下雨多了 小少了 对我们习惯的这个气候 习惯的这个环境来讲 我们认为那个是极端化 但是对于地球来讲 它只不过是一个自我 调节的一个过程 所以对地球可能不算什么 但对人类影响 可能就非常非常巨大 地球的变故 对所有生物而言 可能都是一个坏消息 不光是对人类 所以科学家发出警告 如果人类再不遏制自己的行为 可能第六次所谓物种大灭绝 即将到来 被灭绝的可能还包括人类自己 科学美国人杂志 这个Scientific American 这个是著名的这个科学杂志 他的这个紫妹刊 他有一个资深撰稿人叫约翰 叫John Hogan 两度获得美国的科学促进新闻 与社会关系促进奖 1996年出版了一本叫做 《科学的终结》这本书 引发全球对这个未来的担忧 这书里面就是讲 科学是否终结 他采访了很多获得诺贝尔奖的 顶级科学家 无论是支持他这个论点 还是反对他这个论点 这些科学家 其实给出的答案 都令人非常担心 非常心酸了 有些物理学家 比如说那个 有一些物理学家 比如说霍金 Steven Hawking 《时间简史》那位作者 对吧 他说啊 我们过不了多久啊 会得到描述宇宙的最终理论 那个时候科学的崇高 使命也就完成了 这个就是最后的科学了 恐怕这个 说的太乐观了 大部分的科学家 都是有一个相反的看法 他们说呢 这个大自然呢 太复杂了 人类太渺小了 现在科学啊 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 由于资金成本啊 设备啊 各种限制 用现在的这种方法 科学家已经无力发展出新的理论 做出新的发现 人类再也没有办法出现像 牛顿啊 爱因斯坦那样的大科学家 这是属于比较悲观的 这一边的 很多科学家认为啊 这科学其实没有终结 但是他们也发现 有太多的问题啊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 就是用现在的方式去解决了 包括很多问题了 包括这个基本粒子 像那个夸克里面的结构啊 量子的重力理论啊 时间可不可逆啊 人的意识啊 等等 是不是这些脑神经啊 和灵魂啊 和意识啊 这些之间的关系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可能再过几百年 人类也没有办法解决 也就是说 普通民众现在 非常依赖于科学的发展 所以我们才能过上现在的 所谓好日子嘛 但是未来的科学啊 会不会再有什么重大的突破 恐怕已经非常非常困难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结论 说现代的这个科学的道路 已经走到一个 一个尽头了 当然也有很多科学家 就提醒说啊 目前人类历史上物质文明啊 是最好的时期了 对不对 以后呢 人类啊 可能只能是会走下坡了 因为科学本身啊 已经没有办法阻挡 环境被破坏 所带来的恶果 这个就是 非常著名的商理论 这热力学里面的一个理论 就是这个是不可逆的 很多事情 咱们回到病毒问题 以前我们谈到 病毒或者是瘟疫 改变人类历史的事情 对吧 古埃及啊 苏美尔文明啊 这个非常久远的文明呢 会突然消失 那很多专家研究啊 都认为最有可能的原因 不是别的 它就是瘟疫 因为人类发展 然后人口的密度啊 大幅度上升 然后当地的大自然环境呢 失去平衡 就爆发各种各样的灾难 最后彻底改变 这个文明的发展方向 这种例子 非常非常多了 有人说 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 目前人类所面对的这个病毒啊 可能是过去三五千年 人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所以我们几乎 没有办法从那些 有记载的历史中啊 去获得这个经验啊 去怎么应付 反而呢 我们只能从各种各样的考古啊 这个和科学家的一些推测当中啊 去获取一些 非常零散的信息片段 就是说过去人类 是怎么样遇到这种问题的 那也许呢 其实人类可能不需要太悲观 我也不知道 现在这个世界啊 供我们人类 以这样的生活水平 去生存的这个体系 就是这个社会的结构啊 实际上已经太复杂 已经非常非常复杂了 越复杂的结构 一旦发生问题 它崩溃的这个程度啊 也会越严重 所以一旦出现问题啊 导致我们这个复杂的体系去崩溃啊 它能不能恢复 谁都不知道 大家也不知道 这个崩溃之后 会向什么方向去发展 当然 说起来呢 比科学家 更悲观的 还有另外一批人 那就是宗教界的人士 是不是啊 各种宗教中啊 都有类似 这个末世的这种描述吧 不管如何 我们说啊 人类在宇宙中啊 其实非常渺小 很多时候 我们连自己啊 都控制不了 你怎么去控制世界呢 怎么会去控制 这个宇宙的发展呢 对不对 说起来非常可笑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因为这个病毒的问题呢 扯了这么老远 就先谈到这里 还请大家原谅 我们下一次再见 我们下一次再见 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内容呢 别忘记订阅点赞分享 您也可以呢 在下面留言 有什么建议的话呢 留在下面 我们以后 可以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守护真相 永不放弃 我们的坚守 需要各位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